在很多次的訪問中 我都說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女生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會覺得無論在我的演藝事業上 即是我一入行 可能比較年輕的時候入行 身邊都會出現一些很疼我 出現一些跟我分享很多人生經驗的前輩 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了這個飲食集團的老闆娘 那麼巧她本身這個餐廳 她的概念就是中式又有 因為有點心吃 又有西餐 有薄餅、意粉 又有日本食物 然後就是欠這麼一個甜品 當她知道我原來一向都是做一個日式甜品的時候 她就邀請了我去做她的partner 那麼大家就一起去搞這個餐廳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無論我做火鍋店 我做蛋糕店 我所有事情我都是真的落手落腳去做的 還有我人比較八卦 我就什麼都要知道 就知道叉多少錢 我又要知道 這杯多少錢 我又要知道 我就想什麼都懂 什麼都學 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都可以幫到一個團隊一起去處理 大家很合力一起去做 因為最主要整個概念是很想開心 其實你進來都是很開心的 一個花園的感覺 我自己本身真的很喜歡花 很喜歡花 所以希望有些人來到的時候 感覺是開心的 還有就是各樣都有得吃 我們都有說到現在這個市道 可以開一間這麼大的餐廳 就是希望大家好像有多一個地方 可以聚會 多一個地方可以慶祝 我們的價錢 說真的 也都是比較大眾一點的 都是想大家來到吃到你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設計的蛋糕 這次的概念都是colorful 就是都是想開心的 這個範疇不是我接觸過的範疇 我都沒有想到會在我自己的生命裡面發生 我突然間會是這樣的 因為接下來 今次就要學些什麼呢 今次要學計數 要控制成本 控制大數 然後要學採購 其實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很多同事 有一個團隊 大家已經在做的時候 當我加入下來的時候 我都要好好向他們去學 現在要回辦公室 然後就 嗯 都覺得很新鮮 每一個東西對我來說 都覺得很新鮮和新奇 接下來就九月尾 就會在大圍的一個新商場開 那個就會是蛋糕 當然會有我的蛋糕 另外也會有一個是重慶的小麵 我是每一天午餐 我都是吃麵的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哇 這個麵 就是會 也是屬於我們的集團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棒 我又可以吃麵 就是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除了演員之外 我都沒有做過第二個工作 就是我很多東西都不懂 尤其是計數 我覺得不要緊的不懂 就是慢慢去學 例如我不懂用電腦 我真的不懂 我就是上Youtube自己 看看怎樣用Excel 去設定方法 學得比較慢一點 但起碼我現在 是懂得設定方法的 就是我覺得各種東西去學 大家都很喜歡做事 就是一拍即合 大家都很喜歡做事 很喜歡做事 經常都WhatsApp到凌晨 可能兩三點 早上七點又來過了 嗯 幸好以前拍劇訓練有數 他們經常會擔心我不夠睡 擔心 哇 以前經常拍劇 都是睡幾個小時的 就是完全沒問題 都是因為演藝的事業 就訓練到我 可以不用睡覺 哈哈 是啊 OK的 但是我也OK 本來我以為 我開了劇 哎呀我會不會應付不了呢 但是又覺得 所以現在又OK 比我想像中 我覺得 我也可以處理到的 嗯 是啊 就是做好眼前的工作 因為接下來明年 這幾天 真的聽到就是 明年都開很多個店 是啊 就是跟以前自己 孤軍作戰 管一兩間店 是兩回事 是啊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開心 就是無論忙也好 累也好 但是我是 我是享受和開心的 嗯 始終我的正職都是演員 是 這個都是我最喜歡的工作 所以我就說 哎呀 so far都OK啊 因為我最近 正在拍企業強人 那我覺得都OK啊 就是兩邊都 我覺得我應付到 某位友 比較想像中好 嗯 跟某位友多了些話題 跟哪個 阿Mo啊 很煩啊 我們現在經常都 阿Mo和Sean 我們三個 有時候 聊得我們都 真是很好啊 因為 阿Mo大家都知道 他有他的咖啡事業 那他真的分享了很多 生意經給我 Sean 又是開西餐廳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雞丁不斷 就不停在這裡說 我就馬上抓住Mole 請教他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但我經常覺得 機會來到的時候 就自己要好好把握 你不能去計算機會幾時來 所以無論我覺得 不是說做飲食業 我們自己拍劇 做其他工作的時候 都要準備好自己 那拍劇始終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但我覺得太多 以前會很有計劃 以前很有計劃 你想做什麼 但你覺得 真的事情每天在變 變得都未必是你的控制範圍 來我就不想那麼多 總之無論所有 做生意也好 拍劇也好 就算是一個 活動 什麼都好 我覺得做好 做好手上的事情